哈喽大家好,现在是进入初夏 那么各种植物都开始开花结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黄瓜已经开了很多的花 西红柿又开花又结果 豆角也开了很多花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肥料呢 或者说你种的东西 只长个子不开花 或者开花结果很少 做果率非常的差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肥料呢 当然很多朋友都会说 缺磷肥缺假肥 因为磷肥和假肥是管开花结果 体格粗壮抗病防病 如果缺少磷肥和假肥 那么当然我们第一想到的办法 就是到商店里边去购买 可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商店里肥料 磷肥料满目 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去买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 如果我们想单独找磷肥或者是假肥 你会发现基本找不到 没有单独的磷肥或者是单独的假肥 首先我们看这个标签 那么一般的来说呢 这个NPK 蛋磷甲比例都会标在带子上 比如说这个带子上标记的16-16-16 意思就是说含16%的淡肥 16%的磷肥 16%的假肥 那么也有另外一种标记 就是把它列在带子上 比如说像这个上面 它列在第一行 它告诉你百分之多少的淡肥 然后第二行是磷肥多少 第三行是假肥多少 百分比都给你列在 列在你的这个带子上 因为商店卖的大多数是复合肥 因为它考虑到它的销路的问题 所以说大多数是复合肥 那么复合肥呢 就是蛋磷甲成分都有 我们很难买到单独的淋肥 或者是假肥 但是我们可以买到 侧重于淋肥 或者侧重于假肥的这种肥料 很难找 但是可以找到 那么如果第一个百分比数值 就是蛋肥的数值最大 那说明这个肥料基本属于蛋肥肥料 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看到 第三个假肥肥料含量最大 或者是磷肥肥料含的最大 那就比较是适应于这个是磷肥或者是假肥的这种肥料 比如说这个肥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淋肥是12% 那么其他这个就是淋肥肥料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肥料 那么它的磷肥和假肥 第二个数或第三个数相对比较多 这就基本上是侧重于淋肥或假肥的肥料 那么这个淋肥含量30%就相对比较多 那么假肥是15% 而淡肥也是15% 那么我们就可以买这个作为主要的淋肥 或者是假肥的肥料 实际上你也可以在这个袋子上 这个标签上面就告诉你这个肥料主要是做什么用的 比如说它画了很大的花在上面 意思就是说开花用的 比如说这个肥料 它就是说flower food 意思就是开花用的食品 那么像这个plant food 那么你也可以想象 它肯定就是 for这个主要的是增长用的 就是全面的复合肥 全部都有的 那么淡淋甲的比例是18 24 18 那么比如这个肥料 你看它上面写着 twice as big 就是长得很大 要长成人员的两倍大 这么大 那肯定是就是淡淋甲各个方面都有的复合肥 生长用的 不过我在另一个商店里还是发现了 终于找到了一个淋肥和假肥的肥料 你看这个上面是淡淋甲肥是10% 10% 那么我还终于发现了甲肥 那么这个是甲肥含量20% 剩下全是0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西红柿 它主要的肥料 我们需要的是淋肥和假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标签标志的是 淋肥的含量和假肥的含量 比淡肥的含量要多 那么淋肥是10% 假肥是10% 而淡肥呢是5% 如果你要是你的番茄结果有问题 那么你就需要这种肥料 所以说我们其他开花结果的蔬菜水果 都需要类似于这种肥料 比如说豆角黄瓜 苹果杏橘子和油子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进入开花期以后 我们需要肥料含淋肥和假肥比较多的肥料 这样你就可以收获到又大又多的果实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